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债息连带很多新型市场货币和债券有一定问题 昨天听到阿锦廷发债成功 会否仍然有回率或其他债务到期有一定影响 暂时还不可以允许庆审 这感觉是循环由美国收水开始产生 现在大部份新型国家或金珠五国有四个已危在弹值 会率近期的发展中国家和金珠五国 包括港币也有很大压力 昨晚的量大 金高入了90亿 入了这么多钱 压力很大 本土开始是十多亿 我们记得上一次大约是几天已过百亿 但是否优良呢 但我想告诉大家 暂时并不是移动得太多 而且仍然因为美元挂勾问题 美金的确在前一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由92周到93还要穿低 所以调整了4天 一天就回落了 美金仍然会继续上升 但这是否加息预期 资金收回问题会比较严重 总之美国收1亿对新英国家有多少钱 他们的汇率一直没有保证 联系汇率亦有一定的作用 有时美金不跌 又会觉得为何挂着巨弱货币 但仍然升时 现在有刷息 应该有机会继续上升 而且不止 美国的10年息 今次不单是升至3厘 是升至3厘1多 会否继续上升 很多人认为30年级上升至3厘1 很大危机 但起码在长期走势里 已经穿了30年级 会否有一个一去不复返 还有我们记得以往的货币危机 97年金融风暴 大家还记得 都是由货币引起 而且时间拉得很长 由97年3月开始 到10月股市才跌 到7、8月 当时还创新高 大家可以想想20年前的事 现在会否再重新发生 这问题很厉害 因为三样一起上升 美金开始回升 即是美金升 美股方面又说 好像升了 美股又升了 债息也升 三人一起上升 真的比较可见 昨天刘鹤终于去了美国谈判 有消息出现 最英派的那位 罗罗没有除 但他职位根本不是新设的职位 作用有甚麽呢 主要是因为他英派 我觉得是因为他那本写得太独特 应该是被中国杀死 不是致命中国 他认为中国会取代那边 但有件事你会看到 自从政治语言问题 尤其是美国的工人 真的觉得是中国人抢了你饭碗 这十几年里的确发现 媒体的取向是导致这件事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不应该让步 甚至中兴也是那句 其实你是犯了法 怎可能用贸易去解决这争端 更加大家可以留意 高新科技公司 原来你发现他们根本只是 跟台积电不太分别 可能他们都是代工 其实大家要想 今次这件事件我不管 之后是否真的可以用 贸易上的谈判解决 你都可以看到最大的公司 第二大公司 他竟然告诉你 很高科技的一间发展公司 但原来他真的是代工 你没有了什么一种产品 就没有了 你便全盘死了 你可想起 可能你真的发现 你的电话里面 可能很多东西不是属于你 所以你要想起 你本身只是一个价格竞争 而不是价值竞争 你也知道 你不跟他们的方式去发展 又不行 其实所谓经济开始或转做高新科技 其实国内应该有很多难关 除非你转型去另外一部分 但又要这样说 如果转型去另外一部分 那你究竟跟国际的规矩 还是国内的规矩 你当然想国内的规矩 变成国际规矩 但别人会否这样做 你认为10年内可以变成科技强国 口号可以 但实际上可以吗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这样看这件事 你已经见到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真的可以自主研发很多东西 你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 当日我们见到的日本和美国搞的战战 真的搞十几十年 因为两边有战胜力 但你发现现在国内没有 所以这件事是挺麻烦 而且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量大 如果你培养不了这些新的自主的专利 你又要想回 如果再看美国也没有说错 当日在大陆买部电脑 里面的软件一向都不用钱 这又是否影响到 但你用了之后 日后你发现 如今次再制裁伊朗 就是因为很多他们的提款机 都是用IBM 结果因为制裁全部得不到钱 可能一日之间 可能你的金融会停顿 所以大家在这一件事 所有人无论你这么希望中国 我不是说不赞成这件事 你真的要去检讨这件事 究竟你有多少是受制于人 但你很有趣 原来你发现中国是很需要全球化 而不是 但你又要想回很多因素 第一 中国是最大的工厂 或者是加工厂 也好 同时也是一个最大的市场 所以其实没有了中国的部分 亦都可能 现在苹果手机不是这样 可能是三万元一部 当有这样的贸易转变 或者某些制度 即是要谈 其实特朗普是相当成功的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他撥出来 其实这件事是没有发生的 但突然之间 他就变成了他主导 就算今次刘鹤去 他们说会有谈判 但昨天美国国会仍然在开 对华贸易策略应该怎样做 所以其实很多事未必可以顺利 就算今次都会觉得可能有某些东西 可能在条款上要让步 因为他始终捨得这么大的市场 所以有些美国真是有些过分 有些相权欲国的感觉 他一定要买我某些东西 或者你想投资什么 一定要经过我审批 可能其他国家不会加入 但如果美国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但明明他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要他和你平起平坐 事实上是有些监人奶喉的 这件事仍然酝酿一些问题 也未知结果 所以大家继续留意 国内有些东西很夸张 就是苹果 苹果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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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告诉大家 试想想 真是一波风 为什么昨天会有一个特别 大家都要关注 因为昨天上午的成交 成交量已经超过深圳交易所 和上海交易所的股票成交金额 昨天一日成交三千五百多亿人民币 这是一个新品种的期货 本身的苹果也是新品种 从一开始 在策略上 国内有很多地方 亦希望引进一些比较优良的品种 在内面做大量的间值 但大家也要知道 国内无论是苹果、产品 很多种都不是原有 而今次炒得这么厉害 昨天除了量之外 由四月初到昨天开始 价格亦涨超过五成 大家又想一件事 如果真是想公求 发觉很疯狠 你不吃苹果是不行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量 而且交易了这么大的量 中国人是否值得全 我只想说三千多亿 可以买苹果吃 这个真的是苹果 不是手机的苹果 有交割的 我当你十元个好吗 那里有多少苹果 水平 又要谈一个问题 本来出这品种是为了保障农民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价格干扰之外 监管机构会否应该做事 这要有两体 无论任何一个市场 无论期货市场 有一定是有一个供应商 一个最后的用家 中间有七八成都是所谓投机者 现在是否这样的情况 其实期货的确不是我们这么简单 即使我们也不敢这么简单 因为你也要知道它的品种 它的交收问题 以及究竟它的主要供应 一些生产区 现在不是产时 现在是因为花蕊出的时候 因为花蕊没有 就没有那个果出来 所以会感觉到应该会 认为今年的产量会减近四成 但也不需要现在入定这么多 有人问过这些问题 我都会觉得以这么惊人的数量增加 而且在传门里面有两个主要大炒家 是在里面主要操作的 我觉得你不熟不做 好不容易追 苹果始终是一个容易烂的生果 你不能保持这么久 所以两个月一期都可能合理 因为容易烂 要旋期或返输的情况 还有大家要留意 它是一个麻木追的时候 究竟隔代期货的价差有多大 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 你可能看到当炒的炒度过慢 但可能一年其后的差很远 但那不是一定要上升 这个一定要上升 因为你也要知道贵节性的问题 所以大家今次看到这件事件 而且也酝酿了个多月 当是看起来好 因为它背后的问题很多 除了刚才我们提及的问题 贵节性的问题 反而我又这样想 当年美国是农产品的期货多 后来因为贵节的问题 出现了天气期货 国内会否向这方向发展 其实也有趣 如果要这样说 它应该路逐续出更多 不同的期货 这反而是一个方向 但不是单炒某一个 如果价格没有到现在 那么疯狂地步 已经过了浓 热炒 其实一样东西都是一窩蜂 除了刚才说的期货 想起以前比特币 其实中国的成交额都不小 甚至挖矿 近期应该有挖矿机会上市 不过我想说真的不要买 要有人肯扔钱进去 成本是高 现在已经去到维持成本的问题 不是生产成本的 要想很多问题 如果我们日入市场的时候 要看清楚 不熟不做 所以要考虑一下 但因为我们又被人圈紧 所以唯有谈到这里 下一段时间再谈 再见